轉一下,很多人都關心的風暴消息 天文台說考慮在午夜前改發8號風球 我們先看看風去到哪裡 台風海歐目前雜記在本港以南大約39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持續大約30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一帶 天文台說海歐環流相當廣闊,天氣會逐漸轉差 我們的記者王曉瑩現在就在中環港外線碼頭和他談談 王曉瑩,現在外面還有沒有那麼大風呢? 現在雨勢停了一些,不過風勢明顯增強 有時候一陣陣風都很強烈,吹起地上的樹葉、樹枝、紙皮 有一些現在正在回家的市民說 因為住遠住新界,但他們在新界上班,住長洲 所以老闆可以讓他們早一兩個小時放工回家 也有些市民說,寧願早點回家 免得遲些風再大一點的時候,搭船會好拋 現在看出去中環海面,都見到不時有一些湧浪 天文台說,海歐環流會進一步影響香港 預料今晚的風勢會顯著增強 本港在晚間的風力,將會顯著增強 預料今晚和明天,會吹強風程度的冬至冬北風 今晚和明早會是間中吹裂風 而天氣就會有大罩雨和幾陣雷暴 而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要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現在各樣的交通工具,都是維持正常服務的 而且,渡輪也只是在一些橫水道 會提早暫停服務的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最新的風暴消息 今晚大家都要看著風的走勢,謝謝 謝謝